歡迎收看耀財財經台隔 來到每週一股的環節 新美的嘉賓是來自耀財證券 研究部副經理直耀輝先生 Stan你好 上星期和我們推介中建財3323 表現好像一般的 但你建議的買入價已經到達了 我想問你 買入的話 現在的局勢要否轉一轉 基本上中建財本身 股份方面的波動性比較高 你會見到在這兩個星期的時間 股價的高低波幅相對比較大 所以這隻股份本身 雖然是一個現價和推介的買入價 基本上都是低了一點 但事不過 我覺得在這段時間 尤其是在所得的價格方面 例如一些個別地區 其實也有個叫回穩 甚至乎是有個回升的跡象 所以就變成了 對中建財這類的水利的板塊 前景上 沒有什麼短線 可以說是審慎 比較樂觀 所以你說現價來計 雖然跟我推介的買入價 似乎有些距離 但我建議如果買了貨的投資者 暫時都先拿著 但都要記住 因為始終股價都比較波動 所以如果一旦跌穿了之前推介的 止蝦位 8.7 都要做一個止蝕的部署 沒錯 即是嚴守止蝦價8.7 即大約10% 11%左右的止蝕的幅度 其實看回 今個禮拜 建財跌了5.78% 不過不要看了 我們看看今個禮拜 星期一個星期 你跟我們推介什麼股份 基本上 今次會和大家推介一隻 比較可能冷漫的股份 就是中國乾纖 編路是3777 基本上 我想這陣子是電訊板塊 以制中移動的表現 相對比較強勁 但相反其他的股份 即這個板塊的股份 似乎可以說做得比較 一般 沒有太大的驚喜 但是你看看中國乾纖本身 也有比較多的良好因素 支持他的股價 可能會有比較好的表現 事實上中國乾纖 可能先介紹一下 他的簡單業務 其實他本身 就不是做乾纖 是做乾纖 和一些主機 一些接駁的零件 連接器的零件 而且在這方面來計 公司 可以說是行業的龍頭 因為看一些最新的資料 其實現在公司本身 就佔據了這個市場 那個市佔 中國裏面 佔了兩成以上 所以你說 變成那個行業的發展 如果是做得比較理想的話 都會對你說 公司本身相對比較有利 而事實上 在年間網上 大家會看到 一些不同形式式的 一些接駁 一些接駁器 都是公司的一些生產 一些乾纖的接駁器 的零件 我都見到 你的圖表 你下一個slide 都見到 其實根本就說 一些全部都是 國內最大的一個 光纖連接器 我想問一下 龍頭的地位 我們已經可以確認到 有什麼利好的因素 可以刺激到股價呢 最主要這方面 就是看一些 割策的方面 因為最主要本身 大家會比較知道 內地方面 其實一直以來 可以這樣說 在一些發展上 互聯網發展也好 或者電訊業發展也好 其實對於一些 乾纖方面 鋪設的需求 是越來越大 事實上 你會看到 一些調查顯示 其實本身在內地方面 IDC的調查顯示 一個叫乾纖的接駁器 接駁這方面的發展 其實在未來 這五年裏面 都可以說有一個 比較強勁的增長 特別就是那個 佛合的增長率 是超過五成六那麼多 而且撇除這些因素 其實看你本身 內地方面 其實一些 在十二五政策 十二五一些規落裡面 其實都是希望 將那個 乾纖 我們之前有一個叫 乾進同退 基本上 將一些 一些銅線 轉為乾纖 另外就是 一個叫 寬帶中國 本身就是 希望 中國方面 寬帶的發展 是那個補給 或者那個復活率 是會在 未來這幾年裏面 都會有一個 比較大規模的增長 這些政策 其實都會變相 對於一些 乾纖的 一些 儀器的需求量 是會有一個 比較大的 增加在 所以 對中國乾纖 中國本身公司 是內地 最大的 一個 營運商 就是一個 乾纖 接駁器的 營運商 所以變相 相對比較受惠 我都見到你講的 未來五年的年複合增長 有五成那麼多 都一個非常漂亮的數字 我又再想和你談談 其實它的生意往來 對象是甚麼人 甚麼人為主 我相信 如果你說 可能那些民企 大家都很害怕 會不會被人 走數 情況會不會發生 本身這方面 擔心 又不太害怕 因為始終 看公司 剛剛過去了 那一年 是剛剛 資源公佈的 首位度的業績 其實顯示 公司本身 大約六成左右的生意 都是來自三大內地的電訊營運商 即是中二董 中電訊 以及中聯通 所以變相 而且本身 公司也跟三大營運商本身 合作的關係 都可以說是長期性的 因為自從2021年的時間 基本上 公司已經跟他們有一個比較 已經開始合作 所以這方面 都有一個比較長期的合作關係 而除此以外 其實公司本身 現在大概是八至九成的業務 都是在內地方面 因為本身內地市場方面的空間比較大 當中也有大約一成至兩成左右 在來自海外方面 但是不過 始終大家都知道 來自內部方面的需求量 其實都是 需求量比較大 所以公司其實都是傾向於 在今年和炒的時間 都會增加那個產能 希望可以滿足市場的需要 我想問一下 例如十二五 剛剛看到 其實國家都很重新 要加快農村地區的 分帶滲透 其實這個市場 你覺得發展潛力有多大? 其實相對是 可以說是相當大的 你看看 其實現在的現時 例如說 乾籤 摘入到家庭 這個用戶數 只是在上年度的時間 只是大概 4500萬左右 但是單是今年 其實那個量 會增加成 要說的量 增加成3500萬 你看到是幾乎 是之前的 接近是八成那麼多 而且本身在農村方面 其實現在雖然說 都有一些 叫為寬網的設施 但只不過 其實那個現在的 那個叫做出道 其實是很慢 是兩米左右 以及兩米以下 其實在十二五規劃裡面 其中有一項 就是希望 那個寬網 那個寬平的出道 在一些城市方面 可以達到 比如說十幾米的水平 而一些農村地方 基本上都是提升到 可能是幾乎以上的 所以變成 你說這方面 這個範疇上發展方面 基本上可以說 是相對比較大 所以對公司來說 都可以說是一個 比較有利的地方 但是 看到其實市盈率 真的很便宜 現在只有四倍左右 其實公司 一直都沒有派適的政策 是的 沒錯 遲天的情況 會不會有改變呢 其實你說 市盈率這麼低 某程度上 始終大家對 行業的發展 當然都是有些 可能不是那麼了解 再加上就是 公司一直以來 其實上市之間 是沒有派適的 但只不過公司 也是在上年度的業績上面 都說了 可能在今年開始 都可以打算 開始派適的 所以變相都會增加 公司的吸引力 好啊 但我又真的想問問 Stanley 說了那麼多好處 其實像你所說的 見到 P那麼低 都覺得這個前景 可能有一點暗淡 但有沒有什麼 其實隱憂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前景 我覺得不是那麼淡 只不過有些隱憂 大家都要注意 其一就是說 其實公司本身 也都是 其實都說了 在發展的地區 食家裝方面 因為一些勞工方面 都是比較緊張 事實上 你看這個行業 都是一些技術性 一些工人 而且本身有比較多 一些競爭對手 都開始漏漏漏漏漏漏 進入這個市場 所以變相 在人手上 都是開始有一個 短缺的情況 所以變相 其實都可能 令到他的勞工成本 是會上升 其次就是說 現在又比較多 因為市場比較大 所以都變得越來越多 競爭對手 進入市場 令到價格方面 其實都有一個 帶來過比較大的競爭 所以變相 都會令到 毛利方面 可能會受多一點的影響 其次就是說 如果你說在公司方面 雖然公司 都是不斷主打 一些可愛的市場 但只不過 你看看 可愛市場方面 都幾受制於 有債機的影響 所以變成這些負面因素 或者這些風險 都大家要留意著 好 講了這麼久 其實大家都很想知道 什麼價錢 可以買入 基本上 買入價 是過二 跟現在的水平 相比 都算是差不多 而中線的目標價 可以先看大概 過六度的水平 如果只虧位的話 簽入一個零半的位置 好啊 看看下個禮拜 回來 中國光簽的表現是怎樣 再跟Stanley 再回顧一下 這隻的表現 好 我們 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麻煩你也要申報一下 剛剛提到的股份 你有沒有持有 都沒有持有 好 我們要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繼續我們問答環節 有想問嘉賓的話 快點打電話來 稍後再談